對對對 它其實這一道菜 我覺得口感比 比其他道 皮特皮 對 尤其是它的皮蛋 對 它的肉實在是很大的嗎 真的 這真的跟我的手超弱的 太厚了吧 太扎實了吧 真的 它的肉 這主要已經絲絲分明了 不需要用牙齒咬 它就會斷掉的肉 太好吃了吧 太超棒了 以後吃不到怎麼辦 小姿女孩 YAMI YAMI 是不是光變明 就讓你邏輯碎了一地 香檳跟台菜配在一起 會是什麼樣的衝突感呢 光用想像的 就覺得不可自已 那我們就別想啦 位在松山區 敦化北路的巷子裡 有著跟副景節一樣的文青氣質 像是咖啡廳的外表 桌上擺的卻是 抬到不行的台菜 而且 還有些我真的完全沒吃過 我會不會點得有點太多菜啊 我會不會點得有點太多菜啊 應該還好吧 加上菜不是都是這樣嗎 四菜一湯 而且還有多了一個這個 這個比較奇怪吧 通常吃台菜 是不會用到想冰的 等到吃啤酒 對啊 這也滿特別的 超富含創意 好那我們要先吃哪一個 有沒有看到我們前面這一鍋肉 遠遠的我就一直 嚴韭魚公看到 東坡肉這樣一個人 神神要出嗎 我們來吃 我們來吃 一鍋肉好 這個是蜜藻微肉 蜜藻微肉 它其實除了蜜藻 就是蜜藻嗎 它不是鹽藻 太大顆了吧 我沒有看過醬汁 我看它的醬汁好神奇喔 它醬是鹹的耶 我一直以為是甜的 對啊 而且它其實鹹味只有一點點 它比較是鹹的 還有那個藻的香味 真的喔 因為它的肉實在是很大腦 真的 這真的跟我的手超過大 但是它有什麼 它已經是阿石的話 天啊 它的肉 一煮到已經絲絲分明了耶 不需要用牙齒咬 它就會斷掉的肉耶 它其實現在斷了很久 所以才會有這種口感 但是又不會爛 對 它就是軟 有Q但是會爛 我這邊也是 因為很多的肥肉啊 煮比較久的時候 它會非常漂亮 有時候會覺得很不利 這個的話就不會 它就像是說你可以感覺到 它慢慢慢慢在你的口中 融化的感覺 真的嗎 對 但是又不會 不會讓你覺得 一向中 你什麼都沒有很好吃 它不會硬的 嗯 會飽滿的 你說那是蒼蠅頭 我就是覺得看起來就像 它就像蒼蠅頭 看起來就像蒼蠅頭 所以它像 它就像蒼蠅頭 所以其實是 肉菜嗎 肉汁 手菜 滴 手肉 肉 對 而且它最佳用的是 那種辣椒 所以應該換比較辣一點 真的嗎 你說它是什麼 我怕辣 換什麼辣椒 我剛剛也認識 這不是耶 這是 皮蛋蛋黃 不想吃皮蛋 欸真的耶 這個從來沒有用到 對啊 我覺得加回皮蛋是 都會吃不出來好 其實皮蛋加出來的是一種口感 我覺得 硬吃不出來皮蛋 很多人其實不快敢吃韭菜 讓我覺得韭菜的味道很重 真的 但是你剛剛有吃到什麼東西 其實吃不出來 對啊 你不是只吃到肉嗎 所以這個韭菜 但是你沒有吃到味道 有點像水蓮 就是 水蓮拿去切丁的那種 對 那其實這道菜我覺得 口感比 其他道 對 對 尤其是在皮蛋 對 我們 湯快兩碗 它是湯喔 不完全 因為它的名字叫做 魷魚 無辣 算 還是嗎 我們的記憶停留在那個 燒酒的 其實我覺得它有點像 很沒有矯情的聲音 就有點像那個杏鮑菇的味道 嗯 而且它是 裡面有很多的鹹味 它是超甜的 所以它整個條是甜的 嗯 頂部也感覺到那種 好灰甘啊 但是呢 又是鹹吧 對 然後因為它的內容物很合格 所以會覺得有很多種樣的 結合感 各種纖維 對 而且它是 我們第一關位的酸 對 然後帶有一點鹹鹹的 然後最後才是回甘 而且鮮味是很特別的 它這家電動辣的很舒服 所有東西很紮實 對啊 而且這樣的家常菜吃 真的非常適合帶外國人來 對 可以介紹給他們說 喔 台灣其實 我們平常在家裡吃的 這種菜其實都是非常好吃的